吃肉不是蒜,三味小一半 从前特别想吃一会儿 太吃那个了 前十几年的烧烤都白吃了 今天我们来吃东北烤串 他们家我已经吃二刷了 然后上了点新菜 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买到了非常好喝的奶茶 我终于在这个附近买到一个 我觉得我会长期购入的奶茶 他们这样的 紫薯 它叫什么烤乌清还是烤奶清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清淡的绿茶 这口味不错 我今天肯定是一个非常 开闭的一天 因为我这个烤烤 他们家这个味我真的好喜欢 就好像没有不喜欢的 我先吃一个吧 这个吃掉好了 这是他们一个人 人家在心上的臭豆腐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料也给的很足 你看这个酱都在这里 有拿酱 这闻这有烤肉味 那一吃有麻酱味之后 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我不影响 做的两菜 这是一个半结构 我只有在别人的吃播里头看过半结构 我从来都没吃过 那可能心上的上次来就没有 看起来这个食材 他用韩世辣酱拌的好吃 结果是个什么吃 我一直都不知道 有没有加了某种笋 好吃 哦 真的 现在线上了一点 老是小海鲜 是凉的 这个是大扇贝 每一颗都是这么大 可可饱饭都还不错 有这个旁边 吃命的来一口 看我的东北大拉皮 这边是酱 看着还不错 不过我倒进去和一下 看怎么样 有的东西好多呀 他们家这个真的 饭菜好多呀 有紫菜 木耳黄瓜鸡蛋丝香菜 很全 上次点他们家 那个东北大半菜 我觉得一般 但这个木色还好吃很多了 这好喝的好吃 这个辣椒好吃 好吃 烤五花 人家是生菜包着吃的 我就现在这么吃的 这样上的烤五花 感觉就是烧烤店那种 你不用自己烤 他们给你烤完了 然后给你配个生菜 上次就可以直接吃 肉肉目色不少 而且是他们家这种烧烤的料 非常的乱 我顾不及待要吃我的烧烤了 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壮观景象 有这么的多 这个超酥是少做的面筋 面筋没有毛病 好好吃啊 外面是酥酥脆 有一点烤 有一点点 其实烤得有一点点硬 但是里面是软的 我喜欢 这个是那个肥胶 应该不错 现在调料一直是我喜欢的 今天是白病 陪我吃烧烤的一天 一直都在放白病的喝 一只牛奶果 这只是甜的 上次没点这个 甜甜的甜甜的味道 中间有一点点筋 好吃 新款 蒜泥很肥肠 我喜欢 肥肠和酸一起吃 我觉得如果你们上来就吃的话 会更好吃 因为我就有一点凉乱 这串皮稍微有一点点疼 但他们家是没有底下一直烤的 所以就尽量就是上来就吃 看我的烤牛油 我真的好喜欢烤牛油 很腻 你也好吃 这是个烤板筋 刚才那个烤板筋 味道入得很高 不然好辣呀 那个比较辣 我这个要的都是正常辣 因为我老公吃不了辣 我这个是啥 我觉得是像鸡蒸 或者鸡肾那样的东西 我吃烧烤肥鸭 包油大羊腰 Fucking 有AAA 依旧好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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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好的 口 差имо 温度的 稍会儿真的吃热吃 好吃 希望他们家里 Punto那个英口烤的牌子就会更好了 我吃没毛病 你给我插一口蒜 一边吃少了一边 嚼一口蒜那个没有尝试过 让我来尝一尝 尤其我准备吃这个了 真的加上生蒜应该非常好吃 你有蒜吗 有蒜有蒜 吃肉不是蒜香味少一半真的 人家规计说一个女孩子出来 吃这个都烧烤 还有很多生蒜 大半的蒜 我们先来吃这个 把它包一下 生菜烤五花配一半蒜 现在这种肥腻就配蒜就对了 我们想要配蒜好吗 配蒜真的非常解腻 而且 哇配蒜真的 我眼睛都放光看到我没 来 天哪 这是我的第一次 太好吃了 前十几年的烧烤都白吃了 这是我一直听说一直没有 一直忘记你知道吗 现在觉得天哪 这也太好吃了吧 你觉得烧烤特别油腻 你肯定是没吃蒜 加了蒜 我觉得这个饭整整さん就升级了 来 咯 让饭 放在五花每个饭蒜放进去 嗯 我看他们想睡一会儿 太吃那个了 真的 烫吃了 有一点这个撑面 点了一碗 看他怎么样 有一点 有一点多的 让我放太久了 好 拌一拌 他这个鸡翅撑面 他送的这个烤鸡翅 他们家那个大脑面 我觉得一般 所以这次换一个热汤面试一下 我看也有其他人点 我在晚上看到过 所以试一试 看看如何 这个汤有路边汤的感觉 这个汤好回忆 让我一油肥筋打 就是那个 蒜 这个烤鲜火油 配蒜 我答应我了 能吃蒜 他一定要吃蒜好吗 这个蒜 这加烤鲜 这加烤鲜也很好吃 嗯 这太好吃了 我每次吃完烤鲜 才想起来没有找到那样蒜 这次终于记起来了 太好吃了 真的 蒜鲜这里面是甜的 一点点辣味 一点都不生 和肉肉都合得非常的好 这个面就是我的一个回忆 这个面就是我的一个回忆 在烧烤面前 这个倒置小海鲜的 这个味道有那么一点顺色 那我是太爱人烧烤鲜蒜 松海大鲜要点好吃 软糯筋的 嗯 这香粉中我觉得我要吃饱了 这个烧烤一配蒜 让我又多吃了好几块 太好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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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对味了 嗯 那这个蒜把我带到了这个包图 今天真的是饿了一天过来 准备给自己饱餐一份 结果还是不错的 是有点糙啊 就是因为那个蒜 让我有点缓不过来 如果你们还没有吃过烧烤配蒜 我真的强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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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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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下 如果你麻辣火锅爱吃香油碟 里面放好过蒜泥 真的你烧烤一定要配蒜 真的非常的好吃 那吃完就是你的嘴巴需要 竖一下漱口水啊之类的 但是我曾经都竖过 上完算漱漱口水刷牙 任何种种我都测试过了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它这个蒜会融入到你的身体里 融入到你的这个嘴巴里 你一打嗝就是那个味 所以只有转天应该会好一点 或者隔一段时间 让它再为你消化一下就会好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双子 非常爱吃有猪口味的 例如我真的 太好吃了好吗 以后给你们吃烧烤 配蒜应该是必备必备 已经的必备了 休息一下准备 大包回家了 吃的有点撑 不知道你们看的开不开心 我反正吃的是非常的开心 整个过程非常的开心 我还喝了一杯奶茶 让一个奶茶的间谍 今天这一顿真的是好吃没毛病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